大家好,我是吴文 欢迎大家收看够编程基础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堂课的内容 上堂课我们讲了结构stripped 首先我们讲了结构的定义使用 那么由于这个够语言当中不存在class的概念 所以说结构就承担了这个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功能 那么它就可以像使用其他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当中的class一样来使用这个结构 那么由于它又不局限于这个class本身 所以说这个结构在过远当中使用的是非常灵活的 那么首先我们上节课就讲了如何来定义并且使用一个简单的结构 那么结构定义它就使用type和stripped的关键字 加上一个你自定义的一个名称 那么定义完成之后这个结构其实就是一个类型 那么和使用其他类型的是一个道理 然后我们来讲了这个怎么样初始化这个结构 那么这里呢有一种方法呢叫做使用字面词来进行一个初始化 那么使用字面词初始化呢就像初始化这个class和array一样 那么就是你在这个将某个变量生命为某种结构的时候呢 就已经定义了某一些这个值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呢就称之为使用字面词初始化 那么这个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我们讲到了一个匿名结构与字段 那么匿名结构呢就是说你要使用一种结构 但是呢可能只使用一次或者两次 或者只在一个函数当中使用非常少的次数 那么你没有必要去专门声明一个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你呢就可以不使用一个名称 直接将这个结构体呢 在这个变量声明的时候将结构体复制给这个变量 那么它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匿名字段呢就比较好理解 那么就是没有名称的字段 那么我们上节课当中呢也比较清晰的演示了 如何进行一个使用 然后呢我们又讲了结构间的这个复制与比较 那么结构之间的复制呢只能够是两种相同的结构 你才能够进行一个复制 因为实际上结构你在这个定义之后呢 因为你是使用type关键字嘛 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类型 所以说你这个只有类型相同之间呢 才有可能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呢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它的比较呢也只有这个等号或者不等 那么它会比较你这个字段的值 来判断你这两个结构是否完全相同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个嵌入结构 嵌入结构呢其实就是类似于这个继承 但它并不是一个继承 它只是类似 它呢比如说你有一个striptA 然后你又有一个结构B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有一个结构C 那么你在A和C当中呢 都可能会使用到这个结构B当中的一个字段 或者说一些方法 那么你呢就可以直接通过嵌入结构的形式 那么这个功能会自动的将这个B当中 所有的字段所有的方法 或者一系列的东西呢都自动的包含进来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因为在其他面向对象变成语言当中 也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负类啊 它有一个字段比如说叫做name 那么它这个子类呢 它也有一个字段叫做name 这个时候呢名称就会出现一个冲突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上堂课布置的一个课堂作业 那么就是说如果当你使用这个匿名字段 或者说嵌入式结构的时候啊 内层和外层结构它存在一个同名字段 那么应该进行一个怎样的操作 那我们这里呢就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有一个striptA 它里面呢有一个name 然后呢有一个striptB 它里面又一个name 然后 我们导入 嵌入 使用嵌入式结构 将这个结构B啊 嵌入进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声明一个结构体 A 那么我们对这个name进行一个初始化 比如说就是A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B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写法呢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呢 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解了 那么如果你不是很懂的话呢 那你应该去看一下前面一节课 然后这个结构B当中呢 也有一个name数型 需要初始化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输出一些值 比如说我现在要输出这个结构A当中的这个name 好 我输出一下 然后呢 我要输出这个结构B当中的name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 如果直接进行A点name 就这样进行一个操作的话呢 它呢 就会只取到这个结构A当中的name 因为从这个 级别来讲 这个A的级别要高于这个结构B 所以说这个时候输出的呢 应该是一个A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取到这个结构B当中的name呢 好 我们就是这样子 A点B点nam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 就输出了A和B 那么这样呢 就成功取到了这个不同级别当中的这个投名字段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结构A当中不存在这个name字段 那么这个时候 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name字段就不存在了 哎 它这样的输出的两个都是B 也就是说 我当这个A啊 最高级别的这个结构当中不存在这个字段的时候 它就会去往下找 找下面一集的结构当中 会看会不会存在这个name字段 那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两种写法呢 都是等价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我这里还有一个C 好 我这里有一个结构C 那么我这里呢 C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编译通过 哎 他就说了 这个我们呢 有重名的这个字段 因为我们看了 这个B和C呢 都是作为嵌入结构 嵌入在这个结构A当中 所以说呢 他们两个的级别呢 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这个编译器就没有办法选择 你要用的到底是B当中的name 还是C当中的name 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C放在 B这里的话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不会存在了 那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这堂课的内容 今天这堂课呢 讲的是这个方法 method 那么过当中虽然没有class呢 但是我们讲了这个结构啊 其实就在承担的这个class 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说呢 他也有一个method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怎么来实现这个method呢 因为我们没有class 不能像其他面向对象变成语言当中 一个大括号当中扩起来 然后中间是他的一些方法 那么过语言当中这个实现呢 是非常巧妙的 那么怎么个巧妙法呢 以后设置到的时候呢 会再进行进一步的讲解 那么我们现在就留下一个 A和B吧 我们不需要字端 我们还是留一个 还是把这个name留下来 等会儿会用到 好 那么怎么来为这个结构写方法呢 那么其实就和写函数非常类似 只不过呢 他多了一个概念 叫做receiver 也就是说一个接收者 那么编译器呢 就是根据这个接收者的类型 来判断 它是哪一个结构的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使用FUNC关键字 然后呢 直接是一个括号 我们先不写名称 先写括号 括号当中呢 就是一个接收者 那么比如说 这个就是变量 我们取了一个局部变量 名称A 那么它的接收者的类型是什么呢 类型呢 就是结果A 然后呢 我们要取这个方法的名称 比如说叫做print 那么我们这里打印一下 打印一个A 好 这个时候我们声明一个结构A 然后A 调用这个方法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个方法的书写 那么当然 如果你还有一些复杂的东西呢 你可以在这里写上一些你的参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参数列表 实际上呢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其实这个receiver呢 就是这个函数的第一个接收者 而且是强制规定的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两个 这个方法和这个结构呢 就链接在了一起 那好 我们在这里打印的时候呢 它应该会输出这个A 好 我们看到程序呢 成功的输出了这个A 说明这个方法呢 是有效的 那么 我这个结果B 也需要一个print函数 那么 但是课语言当中呢 又没有这个方法重载的概念 那么 我可不可以 将这个A改成B 可不可以这样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一个变量B 然后 B.print 好 我们答应一下 它打出了A和B 也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过元当中 没有这个重载 方法重载的概念 但是 你这个方法 它呢 是和某一个类型 相绑定的 所以说 如果说你绑定的这个对象不同啊 你这个名称啊 实际上就是无所谓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们看 我们调用的时候啊 我们整一个整体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 我们调用的都是print 那么显然 我们就好像在用这个方法重载 那么这个在购元当中呢 是不允许的 但是我们调用的时候呢 是通过这个A点print 和B点print 那么这样呢 其实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东西 它们存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说它们呢 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话 你说我这里还有一个 int型的参数 这样子呢 显然就是不可以了 因为这两个方法呢 实际上是存在 是针对同一个这个类型的 那么当然 它就没有办法来分辨 你要调用的print 到底是哪一个了 那么既然这个 其实reserval呢 也是一个参数 只不过是强制型的第一个参数 那么既然是参数呢 就涉及到 是以这个指针传递呢 还是以这个值传递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都有这个name字的 好 我们这个A呢 我们加上一个信号 作为这个指针传递 然后呢 我们这里修改一下 这个A的值 比如说这个A.name 等于AA 好 然后我们打印这个A 然后呢 我们再来外部 打印这个A.name 同样呢 我们在这里 打印这个B.name 但是我们这个B呢 并不是以指针传递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B.name 好 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 首先呢 我们打印出来的是这一个A 打印出来A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print方法当中呢 修改了A.name的值 那我们看到 我们成功修改 因为它打印出来了AA 接着呢 我们打印了这个B 也就是说 调用到了B.print这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B.print方法当中呢 将这个B.name的修改成了两个B 但是呢 它打印出来的结果是空白 所以说呢 它是没有修改成功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Reserva呢 也是遵循正常的这个参数规则的 那么如果你以值传递 或者说 你这个值类型以值传递呢 它只是得到一个拷贝 那么如果你是引用类型 那么你得它得到的是一个指针的拷贝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变量的操作呢 是直接操作这个原始的这样一个对象 而你这个不使用这个指针 就是说值类型 你不使用指针来进行一个传递的话呢 它只是得到一个副本 那么你任何修改呢 结束了这一个方法之后呢 都是无效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调用这个print方法呢 都没有改变 那么尽管我们这里这个A 变成了这个以指针传递 但是我们调用上面 也没有加上信号 说是这样一个调用方法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 和这个字段 我们上节课当中讲到这个 通过指针来调用字段 还是通过这个直接通过值 来调用这个字段呢 是一样的 够呢 它会自动的识别来判断 你是通过怎么样 它是通过一个转化 或者说直接通过这个值 来进行调用这个方法 或者说这个字段 所以说这个呢 你就不需要担心了 那么这样子呢 对于操作这个结构呢 就非常的方便了 那好 下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我们在非常前面的课程当中 讲到的一个类型别名 那么这里呢 又需要再讲一个 有关类型别名的 和这个方法的一个组合 那么我们讲了 这个类型别名 实际上只是一个 真正只是说是一个名称改了一下 实际上你这个底层的 这一个类型的一些 相关附带的方法 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根本就不会附带过来 只是说你这个底层类型 比如说是int 那么它只是有了一些 基本的int的属性 但实际上你的方法呢 是没有带过来 那么它什么方法 没有带过来呢 那我们这里就要涉及到 这个类型 我们都可以为它增加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struck的结构 它是一种类型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方法 那么为什么 我们其他使用type定义的 不可以呢 那么答案呢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tc 随便 那么它的底层类型呢 是int型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都去掉 这个时候 我将它的接收者改为tc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是可不可行的 a等于tc a点print 哦 应该这样 搞错 这个不是一个结果 应该这样子定义 好 它呢就成功了输出了tc 也就是说我这个底层类型是个int 我竟然都可以为它添加一个print方法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说的 够的一个灵活之处 它呢通过这种形式来进行一个非常自由的 这种结构的绑定 那么我所说的你这个底层类型 为什么说我们在之前类型别名讲到的时候呢 你这个tc和这个int之间转换 实际上还是需要进行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了 这个通过这个方法的绑定啊 可以为任何一种type定义的这种类型 进行一个方法的结合 那么有一种类似面向对象的编程的感觉 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强制类型转换 因为你这个 所附带的方法 是不一定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虽然使用这个int的这个底层类型 但是你这些附带的方法可能就是不适合你这个tc类型 所以说呢它不会将int类型所附带的一些方法 通过类型别名呢 直接附带到这个tc当中 这个和这个嵌入结构是有所不同的 然后由于这个int类型啊 它是一个内置类型 所以说呢你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绑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方法的绑定只能够对这个相同包当中起到一个作用 所以说如果我这个tc啊 定义在了其他的包当中 不是这个命包当中 那么我这个方法呢 就是无效的 因为它找不到 它不知道是哪个包当中 去找这一个类型来和自己进行一个绑定 所以这个呢也是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一个原因 那么 如果说大家之后对这个int类型 有一些比较高级的操作 或者说一些简便的操作 进行一个比较高层的封装的话呢 就可以先把这个int作为一个底层类型 然后呢再对你这个自定义类型啊 进行一些方法的绑定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操作 这样子呢就是 你可以实现更加轻松更加高级的操作 而且呢更加方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讲一个知识点呢 叫做一个对比 什么对比呢 是这个method的value和method的expression的对比 那么我们讲了 其实这一个receiver呢 就是方格选的第一个参数 而且是强制选的第一个参数 所以说它和这个方法和函数之间呢 实际上有一种互通 那么这个互通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么这里呢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那么第一种 什么叫method value呢 就是我们这种形式 我们已经声明了这个receiver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 像类一样这种调用的方法的形式 a.print这种方法调用 那么什么是method expression呢 method expression呢就是 我们直接通过类型 而不是说我们这个某一种类型的变量 来进行调用 我们直接通过一种类型 然后呢将这个我们的变量 作为receiver 作为第一个参数 传给那一个方法 好我们就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里接收的是这个 TZ的指针 好那么我们这里就是它的类型 然后是一个点 哎我们看到 有个提示叫print 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没有receiver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自己传进去第一个receiver 那么怎么传呢 由于我们是传的是指针 所以说呢我们要去地址 然后是A 好我们来看一下答应结果 好他呢就成功答应出了两个TZ 也就是说这两种方法呢 都成功的调用了这个print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官方的区别 那么大家呢就可以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知识点 那么官方为了区别呢 所以就给它取名第一个呢叫做method value 第二个呢叫做method expression 那么既然我们有这个嵌入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有这个struct 虽然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像我们那种自定义结构 那种有这个A和B啊 这种复杂的这种嵌入结构的话呢 那么既然有这个字段的名称冲突 那么当然呢 也有这个方法名称冲突 那么这个解决规则呢 是和字段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就不多讲了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优先级 从最高级开始找 找到最低级 那么找不到呢 明显就是编译错误 那么找到了呢 就是调用它 那么调用最先找到的那一个方法 那么如果说你同级当中的同名方法的话呢 那么这个显然就是不能够通过编译的 那么这个呢 需要这个用户自己来解决 那最后呢 要演示一个这个方法的 这个访问权限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过语言当中啊 他这个首字母大写 是这个导出字段 那么首字母小写呢 是这个私有字段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呢 他可不可以访问这个私有字段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这里呢 要修改这个 a.name等于123 好我们这里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a.name 这里就输出不来了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要 在这里输出吧 我们只要看一下 他能不能够操作成功 那么就说明了 他能不能访问 那么我们不必要去关心 他这个值到底改了没有 哦 这里有一点问题 好 他呢就成功的输出了 这个123 实际上成不成功的 这个输出123不要紧 但是呢 他没有报错 也就是说我们修改成功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和其他面向对象 编程语言当中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class当中 你这个方法 是可以访问 你这个结构的私有字段 或者说公有字段 所以说这个方法的访问 权限的是很高的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个命案数当中啊 这个可不可以访问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也修改一下 我们这里打印一下好了 printA.6 我们来看一下 他也成功打印出了123 那么也就是说 我竟然在这个命法当中 也可以操作这个私有字段 那么他这个小写和大写 他这个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那么他这个区别呢 就是以包为级别 以package为级别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私有字段 只是在这个整个package当中 实际上呢 还是相当于是公有的 你对整个package级别的 这种东西呢 都是公有的 然后如果说你超出了 比如说你这个 不是在这个命包当中了 那么你这个name呢 就是访问不到了 你必须使用这个大写的 导出的这个字段呢 才可以被外部的包访问到 所以说对于同一个包来讲 它其实呢 都是可见的内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方法访问权限 以及这个字段 这个访问权限 与package的一个关系 那最后我们来布置一下 本堂课的课堂作业 课堂作业呢 是根据为结构增加方法的知识 尝试声明一个底层类型 为int的类型 然后呢 来实现调用某个方法 就递增100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有那个tz 它的底层类型 是int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increase方法 调用之后呢 它这个a的值啊 就变成了100 要注意是这个a 也就是说这个tz 本身的值变成100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堂课的课堂作业 那么接下来呢 是这堂课的广告时间 你可以选择跳过 或者说听我讲的这段广告 那么这段广告呢 依旧是关于这个goWorker的 那么goWorker呢 是一个go项目的在线API浏览文档 那么这一次要介绍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打开这个QBS 然后我们输入键盘 输入一门半纽问号 那么会弹出这个控制面板 那么这里有个寿命 问号呢 就是弹出这个面板 然后你这个斜杠呢 就是搜索包 就是进行一个快速的搜索 比如说你不是在那个搜索框的位置 但是你输入这个鞋杠呢 它就会自动跳传到那里 比如说这样子 我们看到这里 我突然又想搜索了 它就跳到这里来了 然后呢 是这个点 点呢 就是跳到这个 它的一个导处的对象 比如说我随便打一个D 好 我这里找到一个new condition 好 我点go 它就可以跳到这个new condition 而且有这个输入提示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操作 还有呢 就是这个 按两下进的就是到这个顶部 按gb呢 就是到底部 那按这个gi呢 就是到这个索引 那么我们示范一下 ggi 好 调到顶部 gb 调到底部 ggi呢 就调到这个索引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次一个功能的简介 那好 那么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